夜色中海军安山舰截篮启航 奔赴黄海某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 随着海军实名任务的不断拓展 舰艇执行多远化任务越来越频繁 我们的官兵每天整个待旦四海为家 在远海大洋经受大风大浪的洗礼 军港也就成为了偶尔歇歇脚的地方 在连续四天四夜的训练中 安山舰面对敌水面水下空中多重威胁 官兵斗志昂扬有条不紊 开展防空反倒对海突击对前作战 十年间以安山舰为代表的 国产新一代战舰密集下水 加速形成战斗力 也为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行程 按下了快进舰 2018年4月12日上午 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隆重举行海上阅兵 展示人民海军展新面貌 激发强国强军坚定信念 这次阅兵一大批新型潜艇水面舰艇 以排山倒海之势破浪驶来 寿越飞机梯队在舰艇编队上方凌空飞过 备受瞩目的辽宁舰航母编队也第一次精彩亮相 那次阅兵 我们的舰艇和战机都是按实战进行编组 航母舰带机携弹起飞 随时可以对侵犯我国领海领空的外籍 育于重创 这是马空舰 你即将进入24海里 请继续 马空舰 这里是向门舰 请您所谓的24海里线不存在 请注意你的用语 国舰战时正常行行 请与我保持三海里以上安全距离 This is Chinese Naval Air Force You have entered the area of our military exercise Be sure you earn safety Leave immediately 狭路相逢勇者胜 如今在南海 在东海 在台海 一艘艘战舰不舍昼夜巡航 一架架战机来回不断巡逻 官兵们以舍我其谁的血性胆气 谱写出一曲曲高昂奋进的海天战歌 我们时刻整个待旦 纹令而动 海空是我们的舞台 更是我们的战场 面对强敌 我们有勇往之前 逢敌亮剑的勇气 试试守护祖国的主权和海空安宁